举字说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想在亚特兰大买投资房 我能给你的建议 所以前提是在亚特兰大买投资房 其他的地方我不了解 我个人认为在亚特兰大买出租房 什么时候都可以买 就只要你能买的这个房子 能够以房养房 你好的时候坏的时候 你自己算一下 你不需要往里搭钱的 你能够长期持有 你能用上银行贷款的 买了都不会有问题 这是我一直这样说 接下来这种中低端的房子会紧缺 那你如果投资这样的房子相对也很稳 那如果你现在有房子 或者你想买房子 你会担心 我的房子会不会降啊 我要买房子 接下来会不会亏啊 那亚特兰大是这种情况 在从疫情到现在 房价是涨了50%到100% 就在过去的一年 房价是涨了30%到50% 就是这样的涨幅 那接下来就正常的情况下 突然之前这么暴涨 接下来比方说 降个15%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你买房的话 你要有这样一个系列准备 如果我现在按照市场价 现在市场上在卖的这个房子 我去买的话 接下来 比方说两三年会有个 15%左右的这样一个 向下的一个调整 大概的情况是这样 你要有个这样的系列准备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房子 就没在市场上卖 你拿到的价钱特别好 就比市场价能低个15% 那你可能这种担心 你就不用特别担心 我说15% 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房价这种跌幅 超过了20%以上 政府应该出手会救的 美联储的利率会往下调的 我是有这样的一种盼望 豪宅影响大 因为这个贷款利率 对豪宅的冲击特别大 如果你想换豪宅呢 你先三十等一等 那接下来如果你是投资 这个现金流比增值更重要 但是如果你是有钱人 你说我银行有钱 我不怕 那万一房客交不来房主 我收不来房子 没关系 我有钱 那你也不担心 但是像我这样的人 就如果你房子很多 又都有贷款 杠杆又用得很高 那接下来的投资 就是现金流比增值更重要 那接下来大概是这种情况 就是房价可能是平稳的不涨了 或者可能是往下走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不短期持有 你不福利吧 因为你怕你自己强制增值 你努力的那个速度 赶不上整个房价下降的速度 那相对来说 这种短期持有风险就大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 保持你最好的贷款能力 这个不是为现在准备的 是为接下来 万一房地产 比方说有20%左右 或者更多的这种房地产下滑 你就可以用贷款去买房子了 那你要是最好的贷款能力 你得手里头有这个能付钱的首付 你得账上有一些钱 你的信用分数要维持很高 你今年的报税收入 马上要报2022年的收入 你这报税收入要很高 你的最好是有W2工作 很高薪的 很稳定的W2工作 那这些都会叫你有很强的贷款能力 你拥有这些能力 然后等到万一看到好房子 你想买房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用 因为我们知道 你如果买房用上75%的贷款 那你这个买房的速度 或者你能买的房 整个就都不一样了 跟现金相比 你有更多的选择 好 这是我能想到的 就在当前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想在亚特兰大买出租房 我能给你的个人建议 好 举字说房产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